小元 小元 王小娘 王小娘 信陪我揍你 干什么呢 那个刚才柳护士脸上有个蚊子 我先给他吹一吹 你就是那个蚊子吧王小娘 他怎么还不醒 我发现他 不到最后那个点 他肯定不得醒的 一会儿院长就来了 他再不醒就得挨罚呀 我来弄醒他 不不不 这么漂亮的睡美人 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 让他睡到自然醒吧 对 上回就是自然醒的 后来院长来了 发的钱不还你给的吗 小钱啊 一天二百呢 王年你有多少钱呢 你快进家荡产了 知道不 这么 我给他抬上去 王年你送开手 王年 信陪我揍你 王年你干什么呀 信陪我揍你 王年你挺有劲儿吧 我也挺有劲儿吧 你背我呀 我还可以放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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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 你来 我还可以放你 怎么样 现在小爷爷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 不会挨罚了 人是在工作岗位上了 活是一点都没干的 你是不是当院长瞎呀 这都看不出来吗 咱就想个别的办法吧 好不好 你们有闹钟吗 你怎么会放我 给你帮我 感谢观看